大家好 我是五仔 真是夫妻本事同臨了 何生何太更恩愛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去廣播 這些一生一世的話何太也會說 但他分都結了幾魂 現在就要說JW 大難臨頭就不陪你打機了 曾經看到他們可以蹲街 不過破產也一段時間 曾經有人說資產轉移 男朋友破產女兒買樓 你說資產轉移的話應該沒理由撇他才是 現在就說不行了要重新開始 奇怪了沒理由吃人夾棍 應該不是吧 正常來說JW是否真的賺到錢買樓呢 也很聰明的 畢竟是明星 但兒子真的大大舊 不知道平時要吃多少東西呢 會不會是食量大 又破產之後爛船 又沒了三斤釘那些呢 真的 你看看何生何太每天都共恩愛 為什麼這隊人之前破產都不走 還憑哥寄意說會愛你一生一世 這些說話真是 陪著你走 真是 研究一下 謝謝五仔 大哥的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 下個月就踏入三十四歲 JW近日他竟然宣佈胡復單身 和他曾經富貴的男朋友 葉偉彤 Tyson 宣佈分手 結出他們六年的戀情 Tyson本身是富二代 可惜他爸爸 最後生意失敗 搞到他們一家人都要破產 有些人說JW是不是大難臨頭 各自非 當中還有些人說 其實JW和何太是否同一類人 最初你們選擇他們另一半 是否完全都是因為錢的問題 因為我見網上有些人直接 叫何太的金句 說有錢都可以是真的 但沒有錢的戀愛就不要談了 但當然也有人支持JW 就說想吊有錢有甚麼問題 親後生當然選個好些 有條件有能力怕甚麼人說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很多時戀情是否一定 跟錢離不開呢 難道人生就是這麼矛盾 其實JW的男友曾經說過 雖然富不過兩代 但幸好還有JW 可惜這句話已經成為過去 果然真是矛盾一身 雖然有些人拿何太和JW去比 但我其實覺得他們兩個個案是有分別的 我一陣子都會解釋一下有甚麼分別 到底JW是不是真的像何太那種人呢 何太就說 必要的時候要提錢 你記住不能談錢的戀愛就不要談 嫁給金錢還是嫁給愛情 女人一定要記住 如果你給一個富豪看上了 你一定要嫁 而不是去加一個窮光彈 因為婦人看上你 是因為他真的愛你 大家都知道這些是出自 何太千與BB 在抖音中說的話 其實沒有人問過他 有錢人看到那一剎那一定要找到 萬一有錢人變成窮光彈 那一剎那 是不是要立即放手呢 還是有另一個看法呢 說真的 JW男友的家族經營生意 在2022年的時候被債權人入稟申請破產 而去年2月7日的時候 JW男友Tyson和他媽媽 被法庭頒領破產 當日JW還出了一首新歌叫陪你 裡面的歌詞簡直說明 就算男朋友落冷 他都會不離不棄 到底感情其實是否竟得起考驗呢 可惜 一年之後的他今天 就有另一個看法 因為JW在社交平台中說 已十三年終於嘗到單身的感覺 因為JW和男朋友的逆子拍拖了六年 有可能講到之前的感情生活 一直都是一個之一個 沒有真空旗 如果好像JW這樣說 應該不是為了第三者而分手 因為曾經傳過他和朱敏漢 在彼節殿下當時 扮演一對戀人 有很多親熱的場面 當時媒體還傳出他們有緋聞 因為當時J多成在IG 完全不被臉 發出一些和朱敏漢的相片 例如有一次J多飛去韓國參加 撲客比賽的時候 朱敏漢、周家樂和陳盈都親身去機場送他 另外有一次去泰國拍節目的時候 當時有J多有J多和陳盈和朱敏漢一起 而很多時看到J多和陳盈 反而拍照沒有親戚的事 反過來和朱敏漢 就哀哀笨笨 雖然當時不停傳這些 但J多說自己很委屈 傳這些緋聞 當時J多還澄清朱敏漢還是單身 雖然他們兩個有緋聞 但完全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 當時J多還說他和男朋友的愛情堅定不移 已經昇華到另一個境界 不過有時說就容易 真的要付諸實行 絕對不是一件事 其實老實說J多之前和男友Tyson拍拖的時候 一直被媒體說他吊了金龜 因為當時看到J多的相片 看到他和Tyson拍拖的情況非常奢華 媒體又說他懸赴 一直以來還用拜金標籤J多 當時J多曾經在訪問中激動回應 J多說很煩 J多說從來認為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rich 不等於吊金龜 這句說不是像何打的金句 即是和一個有錢人一起都可以是真愛 當時J多還說有什麼好屁 對女生來說這句說真的不 fair J多說他大學畢業以來一直都很勤力工作 從來都是 亦沒有問過任何人拿錢 亦沒有問過家人拿錢 從來都是靠自己 但外間一直標籤他這些事情 忘記了他的努力 當時J多就很激氣地回應這些消息 雖則如此 其實男友去年破產的時候 曾經被網紅張欣欣在社交平台 分享和他在五星級酒店裡 高級扒房開派對 當時被網民惹尼菲爾說 破產人士都可以過這麼奢華的生活 當然這件事又有攻擊J多 當時J多又是這麼說太委屈了 這種感覺只有你才知道 雖然男友破產 但J多反過來就有能力置業 今年年初J多就首次做業主 在渣甸山豪宅區置業 還用了950萬元中注 衝揮到大坑台 其實老實說J多雖然說他單身 但對我其實沒有說過是誰提出分手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一定是女方提出 但亦有可能是男方提出分手 不想推類女方也有可能 所以有些網民寫一些改詞也挺有趣 矛盾只因心愛著 你身家誰沉密金歸這也年窮又為何 好了我先說一下我一點點看J多和何太事件有多大分別 首先J多沒有跟他男朋友結婚 即是他們不是結了婚而現在說離婚 和何太跟人瞬間就說要一起的 根本是兩個馬子 無論如何J多和男朋友也有六年 雖然頭五年人說他跟男朋友過著富貴生活 可惜男朋友窮了一年之後 他最後也接受不了這樣的生活 老實說我其實我認識很多女性 她說她選對象絕對都會看看她隔離那一半 有沒有經濟能力 因為組織一個家庭很多時候 人們都覺得男人也是非常重大責任 還說回頭本身J多自己都賺到錢 一個人賺到錢 找回一些跟他差不多等級的人 其實很正常 知不知道為什麼 到時都是跟你結婚 你又可能會害怕他分身家 還有很多時候你要看他們最初拍拖 在一起談戀愛的時候 是因什麼而喜歡大家 當然我不可以說J多在這份感情裡 是完全沒有愛情成份 但是如果當中包括車華生活 當對方沒有的時候 難免真的有比較 有些人真的會這樣看 但我不是說J多在霸金女 但是有時候是互相性這樣看 馬來海浪女人 尤其是自己當時 很多時候都想找一個給她更厲害的男人 那J多現在能力去到 可以置業 如果她男朋友 在這些絕地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翻身 我相信任何女性都會很欣賞男人 但其實我從來都不太熟悉J多男朋友 除了知她是卓越太子之外 因為我不知道她男朋友 除了做卓越之外 有沒有做過其他事情 是不是一直都是全靠負任 才有她眼前的一切 因為最初說她男朋友 被班寧破產 我也有點驚慨 雖然她爸爸創立卓越集團 而當時我看報道也說葉氏家族 早在2020年已經脫離了卓越集團 已經售出了股份 並非是集團的主要股東 所以當時卓越也有發聲明 我跟葉氏家族的破產 我跟她們的集團沒有關係 當時叫媒體不要再用 卓越太子野 稱呼葉偉彤 通常我看見破產就是一個破產 只有男朋友去過爸爸 生意搞得不好 有可能借了很多錢 當時傳Tyson他爸爸 破產的原因是因為一些資本的騙局 導致借貸太多 加上疫情影響他手持的業務 所以當時他們 出售他們的資產的時機 其實是最差的時機 最不好的時機都要賣出去 而網傳有關葉晋亨 本身生意的不好的情況 其實早在2015年已經發生 不過一直拖拖 七年八年才解決 在2020年的時候 葉晋亨已經到處高息借錢 當時媒體還傳他有十二億身家 但原來他其實已經在到處借錢 最後搞得在2020年和2021年 在疫情期間 賣掉他自己的產業 不過也相信 就算拿了東西去賣 也不夠還債 加上當時有些官司耗費太多 最後搞得破產 但不是他一個破產 而是合家破產 其實網上也看到有些女人 也幫回JDub說話 就說為什麼社會覺得 女人一定要跟男人去捱 一分手的時候 就寫到女人好像大眼淋頭的國字飛 因為很多女性說 其實現在這個世代 女人自己都養得起自己 有可能單身更好一點 當單身更好一點 那時候為什麼要跟對方一起 要這樣去捱呢 似乎我看網民說的 有可能都很合乎 新河太裡面說一些做人的道理 說真的 JDub都不小 34歲 如果要生B 到36歲已經是公平產婦 所以也不排除 他在這段時間 有可能覺得 都要找回一個合適的對象 令他將來生的BB 都在一個比較 安全和穩定的環境長大 其中錢就非常不可缺少 雖然我看到娛樂圈有些情況 亦有很多個個案是 女方本身有錢 男方沒有錢 最後他們都在一起 但通常這些個案 男方一直都是沒有錢 女方本身已經是有錢 他們這樣都談到戀愛 那就可以這樣在一起 所以很多時候 我自己說就是 看看他們最初 一起的事情 屬於什麼情況 JDub有可能當時也有這樣在 這個客觀的環境 而喜歡他的男朋友 亦不可以完全排除這些 沒有真愛成份 JDub其實他也想3B 因為JDub有IG 有投資過他 原來跑去雪倫 當時還在說完雪倫的過程 土皮打了第一針 記錄每天打多少針 第六天又要打 還有兩邊各自一針 雪倫也很辛苦 我也聽過有人這樣說 要打很多針 還要在肚子裡打 當時JDub還在十天內 打了二十一針 才完成雪倫過程 有沒有想過 當時JDub為什麼要雪倫呢 是因為工作忙到 他那段時間不可以3B 還是他覺得他另一半 還可以成為他一個 完全可靠醫的人 始終我也聽過很多女性跟我說 一段幸福的愛情 不是一定要隔離那一半 賺到很多錢 但不可以隔離那一半 完全賺不到錢 而只是靠一個女性去搞定 這樣就萬萬不能 因為女性都覺得 已經是我3B了 到時都有可能負責去照顧 你身為一個男人 連養一個B的責任都做不到 那我要你來做什麼呢 他有時候我都比較好奇 例如JDub現在的前男友 因為他已經分手了 說他破產也不是一個問題 那破產之後他有沒有很努力上進 他現在在做什麼 做什麼工作 萬一他破產之後 其實都不是很努力上進 不是很賺到錢 我亦相信很多女人 如果知道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都會支持JDub 而且亦見過很多人 破產之後 其實都可以回到身 很多聰明人都可以回到身 你記得中鎮圖也曾經破產 現在的生活多好 那聰明人又說他自己搞破產 王占也好像 占叔也好像試過破產 但他們一個二個最後都可以回到身 就算英文集團老闆楊秀成 楊先生也試過破產 但你看看 楊先生很厲害 用三年時間就可以還清巨債 之後還可以東山再起 所以聰明人其實不怕破產 只不過是那段時間 周轉不了就沒有辦法 唯一只能說 有人JDub的前男朋友Tyson 本身是富二代 就不同一些 一直百手興家的人 因為百手興家的人 很多時候破產後 都可以回到身 因為他們都曾經試過游領 變得有錢 試過一次 試過第二次也不奇怪 但富二代難一點 本身他可能自小已經習慣了 自動有金錢跌下來 還要去逆境求生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JDub真的很難和何太一件事比較 兩件事來的 首先JDub沒有和男朋友結過婚 JDub沒有結過婚 那些何太也有 帶著兒子 還要找老伯去結婚 如果你們有可能要談論 JDub的何太比較 那就要等JDub找一個 大二三十年的男人 到時我們才會再談論 那你就要在差不多的情況下 你才有得比較 兩個情況差很遠 還有JDub自己也找到錢 還有關智琳也有一個名句 很多時候 有人說他喜歡接近有錢人 為什麼不可以說有錢人喜歡接近他的名氣呢 有時候可能會比次比次 如果有人說 當日JDub找他男朋友 因為他男朋友有錢 同時間也有可能 JDub有名氣 他男朋友才找他 到了某些情況 現在大家不相等不相符的時候 難免最後這段感情也是有裂痕出現 所以我的分析就是這麼多 大家都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留下言你們又怎樣看這件事 好 今天娛樂圈新聞先說到這麼多 以後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